位于南投信义乡的双龙瀑布在进行观光建设案 而当中的天使战道才刚完工没有多久 就已经吸引很多游客慕名前往了 县长林明珍这天也特地会同了观光处 还有信义乡公所等等的单位来前往会刊 林明珍占许战道的工法还有自然环境 而另外惠中也强调这新的双龙吊桥即将要开工 345公尺的距离 届时完成之后将会是全国最长的一座吊桥 南投县长林明珍特地前来会刊双龙瀑布观光建设案中 首先完成的天使战道 惠中公所强调战道以钢制扩张网来施作 对于自然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加上沿路都有树印走起来相当舒适 让县长林明珍是赞不绝口 我们整个沿线它那个铺面都是用扩张网来施工 这个不用扩张网来施工 它第一就是不会破坏原有的一个现有环境跟植被 第二就是它在这方面可以对于未来维护管理部分 也对我们有相当的帮助 它总共的阶梯有3300个阶梯 它整个强度差不多将近一公里 那么现在已经市售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双龙瀑布这个水还这么大 景观非常秀丽 整个双龙瀑布这边像一个大峡谷 所以那个景观是相当漂亮的 来到双龙瀑布下方 眼前壮观的景色让县长是不停拍照留念 只是瀑布前方的步道与观景台都年久失修 工所也尚未找到经费重建 只能盼望县府与日馆处能够继续协助整修 我们除了跟县府跟县长这边 再做一次的整合之外 其实我们也期望说透过日馆处 因为我们这地方是纳入为日馆处的 经营管理范围内 我们也期望他们有资金 益住在这个不足的地方 那么将来双龙瀑布 我们也可以从日益坛 斗化社那边把观光客吸引 经过坛栏 然后再地利 再双龙 那么这条件也是非常近的 也足够我们去开发 而即将在年底发包的双龙吊桥 确定与原本的水管桥分开 盖好后长有345公尺 将是全国最长的吊桥 加上周边天然环境与景色优美 县长林明珍与信义相公所 是相当看好未来的观光发展 只是天时战道尚未验收开放 也请游客不要进入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经营宣线采访报导 由嘉浩浩者 刘派